有或多或少的痣 有些痣是急痣 有些痣是凶痣 还有些痣既不凶也不急 那么哪些只是福气痣呢 第一 耳垂长痣的人有福气 耳朵历来是看福气的地方 耳朵上的耳垂厚 并且耳垂上长痣的人 是很有福气的 耳垂长痣代表了为人性格很好 这种人生活中很受一性的喜爱 而且对于这种人来说 他们人生之中贵人运很好 财运也很好 所以生活中能够得到很多贵人的相助 很容易赚取很多的财富 所以他们一生衣食无忧 过得很幸福 第二 眉心长痣的人有福气 眉心之中长痣说明了 这种人是很聪明的一类人 他们自小就懂礼貌之分寸 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是很有主见 懂得辉划自己的未来 所以他们今后的人生之中 会有自己的目标理想 并朝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前进 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贵人相助 所以这种人 未来会是名利双收的一类人 会很有福气 第三 额头长痣的人有福气 额头长痣的人此生都会是非常有福气的一种人 这种人生活中自带福气 小时候会得到很多疼爱 大了贵人也很多 也是属于那种为人比较善良的好人员 处事稳重得体的人 所以这种人生活中很受一性的喜爱 在婚后 他们能够过上好生活 而且他们婚姻是过得很幸福的人 为人很有福气 第四 首心长痣的人有福气 首心上面长痣的人是具有福气的一种代表 这种人有着极强的理财能力 而且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掌握财政大权 对他们而言 懂得怎样利用现有的财富投资生钱 最后他们会赚取很多的财富 所以他们的经济上面是没有很大担忧的 还有志向中认为 首心长痣的人有着很强的桃花运 他们生活中很受异性的喜爱 未来婚姻之中也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盈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组 感谢观看